好 今天要來分享iPhone 15 Pro拍攝好的Apple ProReslog 怎麼樣在剪輯軟體中編輯 那今天主要會分享SDR跟HDR兩個工作流程 以及分享使用蘋果官方Lux的SDR顏色測試 那今天的影片會比較長一點 所以我建議大家看時間軸的備注 挑選自己有疑問的地方看 好 開始今天的影片之前 先感謝今天的贊助廠商小胞膀膜 這個手機殼你猜多少錢 背部墊高不怕鏡頭刮到 正面的墊高也不怕螢幕刮到 側邊它支援掛繩 在輕薄的設計下也有做好防摔的設計 背部使用防指紋的霧面材質設計 它也支援MagSafe的磁圈充電 放在充電座上面 還是使用MagSafe的行動點員都可以 它也支援立架的功能 所以直的橫的放都沒有問題 它有三個顏色可以做選擇 你猜好價錢了嗎? 它只要99元 它不是人民幣也不是美金 就是台幣99元 那這個手機殼它在哪裡賣呢? 這個手機殼只要到小豪包膜的門市 貼HAO的保護貼 你就可以用99元的價格買到 這個手機殼支援的型號 從最新的iPhone15系列 到iPhone14 Pro系列都有 那這裡要特別講一下 這個手機殼它不支援iPhone14跟14 Plus 所以今年iPhone15開賣的時候 借了一定要到小豪包膜去貼HAO的保護貼 那你就可以用99元買到這個 功能非常齊全的保護殼 好還是要簡單提一下怎麼拍攝Apple ProRes Log 那目前總共有兩個方法可以拍攝Apple ProRes Log 如果已經清楚了怎麼拍攝 可以直接調到這個時間軸 首先第一個方法 你要先有一台iPhone15 Pro系列的手機 128G也可以 我們先進入設定 然後選擇底下的相機 選擇相機之後 點格式 拉到下面 我們打開這個Apple ProRes 這個我們要把它點開來 下面的ProRes編碼 我們要點開來選Log 好這樣開啟內建相機的時候呢 我們轉到錄影介面 左上角就會出現這個 ProRes Log 這個斜線的這個icon 如果你要使用內建相機錄製4K 60fps 又是Log檔的話 你就必須要插上外接硬碟 那外接硬碟的速度 必須要達到每秒220Mbps 然後消耗功率 它最高會達到4.5W 所以我這邊一律建議 使用SSD來進行外錄 那如果你的SD卡的速度 有達到220Mbps以上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 但是風險會比較高 可能會有掉幀的問題 或是停止錄影的問題 好如果你要使用內建相機 錄製4K 30fps的話 我們就按一下右上角這個60 它就會跳到24 跳到30 那24跟30 都可以直接進行ProRes Log的拍攝 所以我們直接按 它就會開啟 畫面就會變灰斜 這個時候就是打開了 Apple ProRes Log的拍攝模式 那這樣就直接進行內錄了 你就不需要再外接硬碟 那內建相機的Log檔案 它的檔案容量 是一般錄影的30倍大 如果你的需求是大量內錄 Apple ProRes Log的話 我建議你買1TB的iPhone 15 Pro 或是ProMix 這樣會有比較多的空間 可以一直進行內錄 然後第二個方法就是下載Blackmagic Cam 這是一個免費的軟體 那打開之後 我們選右下角的設定 一個就是選擇編碼 這個Codex 然後裡面有很多種編碼 那第一個就是最肥大 也是ProRes 42HQ 再422 42LT 422 Proxy 再來就是HEVC H等到64 那這是一路壓縮下來 這裡我一律建議選這個HEVC 來進行拍攝 那這5個編碼畫質差距有多少呢 我簡單測試過 這幾個編碼畫質顏色其實差距不大 但是動態範圍還是有一點點差距的 我這邊放上最壓縮的HEVC 還有最肥大的42HQ來做比較 那我們可以看到HEVC跟42HQ 基本上不管是顏色還是畫質感覺 都差不多很像 那這兩個素材呢 我都是把ISO固定在65 但是如果我們放上光棒來看顏色過度的話 你可以看到HEVC因為壓縮的關係 它在中間比較亮的地方 就是高光圖它會爆掉 所以它就會完全失去顏色還有細節 那如果你是在拍攝專業的項目 然後你點擊錄影的時候是分秒必增的話 那我倒是可以覺得你可以考慮使用Prolux 422 或是LTE這兩個選項 也不用到HQ 那如果是拍攝Vlog 想要長時間用Vlog的畫質跟色彩的話 那我唯一建議使用HEVC的壓縮編碼 好這兩個方式呢 就是使用iPhone 15 Pro來拍攝Log的方式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後製AppleProlux Log檔案了 我們今天用的剪輯軟體是達芬奇 你要加達文西也可以 好我們打開達芬奇之後我們建議使用18.6之後的版本 那我們就先新建一個專案 那我們這邊就取名為HDR-Walk Pro 那這邊就依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創建 好創建之後呢我們先按右下角的齒輪 我們要先改這個專案的背景設定 我們先選到第三個色彩管理 那你可以看到第一個就是色彩科學 它是達芬奇的YRGB 那我們把它點開來 我們可以看到兩個SS的選項 分別有CC跟CCT 那因為iPhone 15 Pro用了SS 選一個色彩編碼系統 所以我們要在這兩個之中選一個 那CC跟CCT差在哪裡 首先是CCT它比較新 那這兩個的差異主要是在陰影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曲線圖 CCT在陰影上會比較柔和一點點 所以這裡我們就選新的 我們選CCT 那這邊下面的SS版本 我們選1.3就是最新版本 接下來這個SS Input Transfer 那我們這邊選Apple Log 它就在第一版 如果你沒有出現這位的話 代表你不是18.6之後的版本 我們就選Apple Log 那Output呢我們選REC2020 ST2084 然後1000尼特 然後P3D65限制這個選項 我們找一下 2020 然後ST2084 1000尼特 1000尼特在這邊 P3D65限制這個選項 好為什麼要選這個呢 我們來看一下Apple ProRes Log的白皮書 我們就直接滑到Color Space 這個色彩空間這邊 好為什麼選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Apple ProRes Log的白皮書 那這上面有講到Apple ProRes Log的色彩空間 是BT2020 白點設定呢 是D65 這邊 那我是照它白皮書去設定的 那BT2020呢 就是REC2020 那我們這邊看 這邊就是REC2020 限制我們選D65 如果沒有限制呢 如果沒有這個限制 可能會對畫面數據中 可能會做出誤判 所以我們就照著它的選 底下呢 我們這邊都使用預設 這個都不用動 好 現在有個很大的重點就是 這個Graphics Wide Level 這個是100尼特 我們要調整1000 這個很重要 我們會把這個選項調到1000尼特 主要是因為上字幕的時候 如果這裡的選項是100尼特 你的HDR影片的字幕就會變得很暗 那調整到1000尼特之後呢 字幕才會正常 好 再來下面這個HDR選項 我們打勾 然後也是選1000尼特 下面的杜比世界 還有HDR10 Plus 都不用打開 那如果你要編輯的檔案 不是Poaris Lock 是一般內建相機的HDR 那這個就要另外打開這個杜比世界 因為內建相機拍攝的HDR有杜比世界 好 我們按Save 接下來我們要創立一個時間軸 我們就打HDR Walk Flow 我們這邊不要馬上按創立 我們要把底下這個選項關掉 就是我們不要使用專案的設定 那我們按Format這邊 我們要調整成4K 這是時間軸解析度 我們要調到4K 3840x2160 如果你今天是後製短影片的話 這邊要打開直式的解析度 就打開來它就會對調 底下的幀率呢 因為我們不拍4K60 我們就調到60 這邊就調成60 這邊也可以調整你自己在拍攝的格式 所以調整的話都在Format這邊做調整 再來按到Color 我們簡單看一下設定對不對 這邊沒有錯的話 我們就按創造 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拍攝的素材 譬如說這個咖啡素材 我們就丟進來 好 這個時候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如果你後製的螢幕跟我一樣 不是支援HDR的Mac電腦 那你怎麼調整都會是錯誤的 後製HDR素材一定要使用HDR的螢幕 那如果你沒有HDR的螢幕呢 就時間拿支援HDR色彩的手機螢幕來監控 iPhone 15 Pro的螢幕 就非常適合拿來做監控螢幕 可以說是一個非常頂級的監控螢幕 好 那要怎麼在iPhone 15 Pro上面監控達芬奇的剪輯預覽呢 這時候 我們就來打開手機 好 進入到App Store之後 我們按搜尋 我們搜尋達芬奇 然後它是Remote 我們輸入達芬奇 Remote 就是這個App 下載這個App之後 我們登入裡面的Blackmagic Cloud 那這個要在裡面申請一下 輸入好代碼之後 在達芬奇的WalkerSpace 那在達芬奇裡面呢 有一個WalkerSpace 然後下面有個Remote 我們這個把它點開來 這個呢就可以跟你的App做連接 那這個怎麼設定呢 我通常會選H.265 420 10bit 底下的碼率呢 我通常會選擇2 2Mbps就足夠了 那主要是因為螢幕手機小啦 選420是因為 主要我想要在手機上面看到 亮度的平衡跟簡易的色彩就好了 那這個2Mbps的碼率呢 主要是為了讓 預覽螢幕的同步率高 也不讓預覽的畫面 看起來太糟這樣子 除非你網路很好 不然這個碼率調整的越高的話 它的畫面越容易不同步 所以這邊我建議你選2就好了 底下的自動匹配 我們把它打勾 好接下來我們就按 Star Station 我們就把它啟動 好啟動之後就會有個代碼出來 我們就複製 把代碼存到手機上面之後呢 讓兩個裝飾做連接 那手機上面出現畫面之後 要先確定一件事情 就是HDR有沒有被啟動 那我們要怎麼確定有沒有被啟動呢 這個時候我們就是看一下 預覽畫面 好這個就是預覽畫面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有沒有啟動呢 我們先把這個亮度拉高一點點 然後我們在調色界面 簡單拉一下高光 你就會發現它特別亮 這個就代表HDR有啟動 所以我這個HDR是有啟動 我現在這個超級超級亮 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看得出來 我手機的1000尼特已經觸發了 好確定手機的HDR有被啟動之後 我們恢復原始設定 那我們還要調整一個地方 我們先來看到右下角 這邊有個scope 我們點開scope 這個就是它的顏色範圍 那我們把它調整到這個 PAID這個頁面 然後我們按右邊三個點 在Wavefront這個Scale這邊 我們要調整到HDR SD2080 HLG 我們要用這個看 我們點一下 那這個時候看scope呢 你就可以看到0到1萬 還有素材的色彩範圍 這個很重要 那我們主要監控的核心呢 就是我們要看0到1000尼特 就是我們大部分的狀態下 我們都不要超過這條線 就算拉了 它也會全部壓縮在那邊 因為我們就是限制在1000尼特 像這樣子 我們要看這個scope為主 這樣子所有的HDR的螢幕裝飾 才會同步 我們主要以量化的數據為主 好我們首先來調第一個節點 通常第一個都會叫亮度平衡 那這個是我的工作流程 所以大家知道原理 參考就好了 然後接下來呢 我會拉這條曲線 然後拉曲線的時候 我們要盯著scope一起看 那我們就是把它往上調 你就會發現它這個色彩開始往上擠壓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看你的監控的螢幕 你的螢幕也會跟著變亮才對 那如果你在往上拉的時候 發現這個東西開始擠壓了 那就就是已經到極限了 因為你在擠壓的話 其實就會失去很多色彩資訊 就會開始失真 拉到一個極限 就是看一下你的螢幕 拉到這個大概這個位置 就是已經極限了 所以我們不需要強制對齊 我們只要把最亮的地方 拉起這個1000尼特的這個地方就好了 那接下來就是暗部 大家可以看它底下這個暗部 它沒有對齊這個0 那我們要對齊0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希望在OLED螢幕上面 黑色能夠讓OLED不發亮 所以我們要把它拉下來 稍微對齊 不要拉過頭 不然顏色會很奇怪 好這個就是我們的第一步驟 就是我們的亮度平衡 就是亮度把它拉到最亮 然後暗部把它拉到最暗 讓OLED能夠發揮它的功能這樣子 好接下來我們再創造一個節點 我們就要輸入第二個節點 叫做調整好了 接下來我們要調整畫面的一些細節 那我們現在看監控畫面 覺得這個暗部非常的黑 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點到HDR的色輪 大家不要按到這個色輪 我們HDR在這個地方做調整 就是調暗部 我們就要選Shadow 那這個色輪呢 它的右邊這個Global是固定的 左邊這三個可以做切換 它會從最暗 最暗就是Black 然後Dark Shadow 它就是有點暗中灰的那種感覺 往上調 再來就是Light Highlight高光 這樣子去做調整 那左下角這個EXP 就是它的數值高低 那色輪的左右邊呢 是影響範圍 那左邊這個呢 是調整範圍的位置 右邊呢是衰減的範圍 那要怎麼知道它有沒有做變化 我們要點開這個欄位 它會有一個曲線圖 那你在調整Shadow的時候 你在調整左邊這個數值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它會調整它的影響位置 右邊是衰減的範圍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紅色的區域 它會做調整 那這個的話 就要看你自己去怎麼做調整 那基本上我會先還原 然後我們來調整一下陰影 我們會把它拉高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影響範圍 我會稍微的 往下調整 它這個就是有點像曲線在做調整 這個時候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經驗 去做調整 好大概這樣子 所以有點像在拉曲線 我把這個地方給拉起來 好調整之後我們就來創一個節點 那我們把它取名叫做飽和度好了 第三個我們就來調一下飽和度 因為它的畫面 因為是LOGO檔的關係 所以它的飽和度非常不夠 那調整飽和度的時候呢 有個地方需要注意 就是不要用這個色輪去調整飽和度 要用HDR的色輪去調整飽和度才會比較正確 那怎麼調整飽和度呢 我們就要在Global的這個 右下角這個SAT這個地方 隨時做調整 那我們就往右拉 拉到看一下自己的監控螢幕 大概拉到1.3個我覺得還蠻合理的 然後看這手機拉好之後呢 我們就再創最後一個節點 那最後一個就是想要調自己喜歡的色彩 我們這邊一樣在Global這邊簡單拉一下 像如果你想要很藍的藍 像如果你想要有點星海城的感覺 就是往藍綠色去稍微拉一點 或是偏藍的地方拉一點 可以看一下這兩個的差別 那如果你覺得不太對勁的話 我們就是在調整這邊繼續去 去拉陰影範圍這些都要去做調整 好這樣子我們就調完這個顏色了 那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送螢幕錄影嘛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調整好的顏色 它的好顏色大概會像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機放出來的這個畫面 因為它太亮了 它是HDR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有多亮 那這個飽和度跟色彩 還有這個天空的細節 就會很正常 播放一下 這個就是調整好之後的HDR影片 這個放到IG上面的REALS之後 會比較亮 如果你是放到SHOTS跟TITA的話就會 變得很灰階 就沒辦法用這樣子 好接下來要怎麼輸出呢 我們就要來到右下角的這個 輸出的地方 好那這個底下怎麼選呢 這個地方我們使用QUICKTIME 然後CODEF我們選擇H.265 然後確認解析度 然後使用直式的解析度 然後幀率使用60 那這個有個地方要做調點就是 encoding這個profile 我們要選擇Main10 畫質才會比較好一點 其實選Main也可以啦 但我會建議選Main10 會比較好 那底下就可以不用做調整 這個都使用預測就好 那如果你在這個HDR的影片之中 你有打字幕的話 subtitle這邊我們要輸出 FORMAY這邊我們要選BEN INTO VIDEO 我們要壓在影片上面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新增到 輸出的排列這邊 我們再按RENDER 就可以輸出HDR的影片 好那這裡有個問題要跟大家解釋 就是Apple有出自己的官方Lots 可以做還原 那為什麼不在HDR的影片中 直接套用Lots來還原呢 好那我給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說如果今天我們創造一個新的節點 如果我們放上官方的Lots 這邊有一個Apple Log的Lots 換上去之後 顏色會變得超級怪 顏色會變成這樣 陰影還有高光都有點怪怪的 雖然藍色看起來很鮮豔 但是這個顏色其實錯 我只要拉一下就開始崩潰了 所以那個Lots我建議 在HDR的工作流程使用會比較好 所以我建議在HDR的工作流程之中 全部都自己調 簡單拉一下高光跟陰影 然後把飽和度給拉起來 這樣就好了 好接下來我們來走SDR的後製流程 這也是目前最主流的應用範圍 好那一樣 我們要新增一個新的專案 那我們就叫做SDR Workflow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使用HDR的工作流程 那一樣我們右下角的齒文按進去 我們稍微簡單看一下這個色彩管理 這裡確定是REC709就好了 這裡就不用動了 這樣子我們就按Save 接下來我們就來創時間軸 按Timeline 然後創立新的Timeline 我們就打SDR Workflow 這裡呢一樣我們要把這個 使用專案設定取消掉 我們用Format 我們要調整到4K 然後我們一樣用直式的 我們今天用東直式來示範 24呢我們就把它調整到60 那如果你拍比較低的 這邊要記得做調整 我們就以同一個素材來做後製 一樣是這個 阿拉比卡咖啡的這個素材 好這裡我們呢第一個節點 我們先套Lots 好其實蘋果官方有出自己的Lots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首先我們先套官方的Lots 那官方的Lots呢在 他們官方是有試出來的 那這個官方的連結呢 會放在我會員頻道 那你自己搜尋一下其實也會有 那我們就使用這個Lots來做還原 那我自己已經把它放到那個 達芬奇的資料夾裡面呢 我們就選 AppleLog的Lots 然後我們要選 IC709 好其實還原之後呢 它的色彩就非常的漂亮 大家可以看一下 色彩已經是很正常 很像現場看到的畫面了 那套上之後呢 我們就跟HDR流程一樣 我們再創造一個節點 我們先一樣要調亮度平衡 這個跟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工作流程去做調整 我們一樣要看Scope這邊 但是我們要做調整 因為現在是HDR的模式 我們要調回10bit 那我們可以把它調成YRGB 還有個白色 這邊一樣看大家自己的工作習慣 那這邊你看這邊有個藍色的線條 就代表它是藍天高光的部分 我們就要做調整 那我們這邊就不要使用HDR色輪 我們用一般的就好 那我們就把那個藍色那一條 把它拉到頂 就是把它拉到最亮的狀態 但是不要過去 不要拉過曝 那底下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沒有非常黑 它是有一個空間的 所以它的暗部呢是沒有純黑 所以我們要拉到純黑 像這樣子 讓它零尼特 那這樣子的狀態下呢 我們再去拉曲線 我們再拉稍微拉一下陰影 這時候我們就要看了螢幕畫面 稍微去做調整 大概這樣子的感覺 好再來 下一個 節點我們一樣用飽和度 那飽和度呢 大概只要加一點點就好 因為其實原本色來就很好看 這邊50 我們就把它調到 大概55 60我覺得蠻好看的 大概調到60 然後最後我們再加上一個風格 風格呢 我們一樣在這個offset這邊 我們簡單拉一下色輪 我們一樣把它調成藍一點點 把一些綠色給抵消掉 大概像這樣子 這次調之前比較舉一點點 這次調之後比較藍一點點 我把那個橘色給綜合掉 像這樣的感覺 這樣子就完成了 那輸出的話 那就一樣 我們就選H.265 然後這個用Auto就好 確定是直式的 60fps 然後選擇你要輸出的位置 那這邊man就不用動了 就只用man就好了 然後如果你有字幕 然後一樣記得打開這個 Export Subtitle 我們還壓在影片上面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到 輸出的列表上面 這樣子輸出就完成了 這個就是SDR的整個後製流程 那這個後製流程適用於 所有的Apple ProRes Log 那你要套別人的Lux也可以 那我會建議你使用 蘋果官方的Lux 那這個蘋果官方的Lux 也可以放到Blackmagic裡面 直接用Lux去做監控 這樣你會比較知道你在拍什麼東西 好最後我們在SDR這個流程下 我們來簡單比一下 這個Log跟一般錄影的畫質差距 好這個就是Log跟一般模式 那我們就先來簡單調一下Log的畫面 好這個就是Log還原之後 大家可以看一下畫面 這個是Log檔 這個是簡單調整了一下 亮度還有飽和度 那右邊的話這個就是一般錄影 那一般錄影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的顏色是比較暗沉的 但是它也可以做調整 我們這邊簡單拉一下曲線 其實它也可以很接近Log的畫質 你就可以發現後面的那個 雲層 它是沒有Log那麼柔和這麼好看的 我覺得Log的畫質是比較好一點點 然後右邊這個就有點過度銳化 高光它其實沒有什麼太多調整範圍 就是一般的話 它的高光是像這樣很容易爆掉的 就是它是沒什麼調整空間的 但是Log的話 我覺得它調整空間就會相對更多 你看沒有那麼容易爆掉 它是很柔和的 Log的拍攝確實能得到很強大的畫面 還有還原空間出來 我覺得它畫質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還蠻喜歡 這次iPhone15 Pro Apple ProRes Log給我的感覺 大概看一下這兩個畫面比較 我覺得 Apple ProRes Log給我的感覺是更好的 而且畫面過度啊什麼的 顏色我覺得都更好看一點 好啦 以上就是這次的分享 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到會員頻道裡面問我 我會針對你的問題 去看問題怎麼解決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分享 也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那不要忘記追蹤我的Tina還有IG 那我是一封Chris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